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辉煌的王朝,也有过一些衰败的王朝,但是有一个王朝却被认为是最无能的王朝,他就是晋朝,晋朝是中国第三个大一统王朝,他上成三国,下起南北朝,成的是乱世,起得仍然是乱世,在他的155年的历史中处了15位皇帝,其中14位都是窝囊之辈。 没有任何政绩可言,甚至有两位是傻子,晋朝的历史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动乱史,从朝堂到乡野,从边疆到诸王,时时刻刻都充斥着混乱和战争,暗无天日,那么,晋朝为什么会如此无能? 它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?晋朝的建立并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,而是一场悄无声息的篡夺,晋朝的开国皇帝司马炎,是三国时期魏国的权臣司马懿的孙子,司马懿和他的儿子司马师,司马昭先后架空了魏国的曹氏皇族,掌握了实权,司马炎继承了他们的遗志,逼迫魏元帝曹患善让。 改国号为晋,将首都定在洛阳,司马炎的这一举动,并没有遭到三国中的蜀国和吴国的反对,因为他们都是释迦门阀的代表,都有着共同的利益,司马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,也对天下释迦大族进行了拉拢,恢复了东汉末期那个士族横行的时代,这样一来,晋朝的建立就成了释迦门阀的胜利,而不是百姓的福祉, 晋朝于266年建立,司马家谋划了三代,从司马懿到司马炎,才从曹家手里夺过政权,灭了孙吴,建立了晋朝,再次统一了天下,司马炎建国后,雄心大志,是要重振汉士繁荣,于是他大兴改革,发展经济,严格法治,带头节俭,在司马炎的努力下,晋朝人口数量恢复, 经济逐渐复苏,社会慢慢呈现出繁荣的景象,但司马炎也像其他朝代的君王一样, 国家发展好了几年,就开始骄傲自满,乐于享受,懈怠正式,大风诸王,完全忘了汉武帝当年为了加强皇权, 是如何削弱宗室藩王的权力的,宗室的权力一大,就开始起反叛之心, 人人都想去做皇位,常常当皇帝是什么感觉,于是司马家开始内乱,一家人打一家人, 这一打,就是十六年,二百九十年,司马炎病逝,他的嫡次子司马中继位, 史称晋惠帝,司马中这人脑子不太好使,无法理政,但由于司马炎嫡长子早逝, 根据世家大族的继承官,储君之位便落到了司马中头上, 走上下坡路,一发不可收拾,好在司马中有个聪明强悍的皇后贾南风, 能时刻帮衬着司马中,但司马中实在太弱,想争权力的贾南风, 竟然谋害了辅政大臣杨俊一家,自己执掌晋朝大权, 而司马中全然不知朝中富人掌权,有什么危害,只知道玩乐, 有回闹饥谎,老百姓饿死了很多,当大臣来向司马中, 禀报民间惨况,百姓只能吃官阴土和树根石, 司马中不解地问,他们没有饭吃,为什么不吃肉呢? 大臣一听,明白这个皇帝没救了,后来八王之乱严重时, 司马中被囚禁致死,他的义母帝司马赤登基,司马赤私有才, 早年还是镇北大将军,可是贾南风埋下的阴,影响深远, 皇室内斗严重,胡人也蠢蠢欲动反抗汉人, 连汉昭五弟刘聪都趁势进攻洛阳,最终司马赤不敌刘聪被杀, 静敏对司马叶继位后依然在收拾前面的烂摊子, 他继位后快速收拾军力联合幽州, 兵州,先卑等多部力量对抗前兆, 但晋朝人心早散了,根本不敌前兆, 司马叶被打得淡尽粮绝,被迫投降, 年仅十八岁就被刘聪杀了,狼牙王司马瑞。 继承皇位后,得到宗室和门法大家的支持, 用心经营了一番,东晋在江左立足, 可惜前面几个皇帝留下的烂摊子并没有收拾完, 司马瑞登基后,重点还是在打仗上, 并且由于司马瑞重用宰相王岛,大权旁落, 最终忧愤而死,司马瑞的长子司马绍, 其实有些头脑吸取父亲失败的经验, 制衡权臣和世家,让东晋稍微安稳了几年, 司马瑞不怕王岛专权,反而重用他, 保持了江东各氏族间的和谐发展, 可惜有一点点才华的人都英年早逝, 他还来不及发奋图强。 就病逝了,司马绍死后, 长子司马眼继位,一年幼, 其母掌权,结果还未来得及尝一尝权力的滋味, 就与21岁早逝, 他的同母帝司马岳登基后, 也同他一样,没有任何作为, 就与22岁离世,之后的禁墓帝司马丹更夸张, 两岁继位,连正式都没碰过, 就在18岁驾崩了, 此时司马眼的长子司马批也长大了, 于是登基继位, 但他似乎被前几任皇帝的短命吓到了, 一心只想求先问道, 炼丹吃药, 吃到24岁时, 终于把自己给毒死了, 接着皇位落到司马眼的次子司马懿手中, 司马懿继位前是大将军, 东海王, 但是他也不善朝政, 且他继位时, 朝中大权都在外戚桓文手中, 即便司马懿再怎么小心翼翼, 还是被桓文所废, 司马懿被废治后, 恒文为了稳定朝政军心, 只好改立司马懿为帝, 司马懿就这样迷迷糊糊做了皇帝, 不过, 据史料记载, 司马懿性格刚强, 在意识到自己仅仅是一个傀儡皇帝后, 悲愤交加, 仅仅在位八个月就郁郁而终, 司马懿驾崩后, 皇太子司马耀继位, 事实上, 根据史料记载, 司马耀是一个有志向的皇帝, 他登基后一直暗中壮大势力, 想要冲破傀儡皇帝这道封锁, 恢复司马家族的往日荣光, 然而司马耀在酒色之中沉迷, 最终死于张贵人的被子底下, 这种死法实在是令人唏嘘, 司马德宗是东晋第十位皇帝, 历史书上关于他的记载叫赏, 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个没什么才能的皇帝, 由于当时正值东晋国力衰弱的时刻, 司马德宗的权力遭到向国流域的觊觎, 最终司马德宗被刘豫派人勒死, 驾崩时年仅37岁, 东晋最后一代皇帝是司马德文, 刘豫将司马德宗杀死后, 便立了司马德文为傀儡皇帝, 然而此时的刘豫干出了司马先祖司马昭相同的事情, 逼迫刚继位一年的司马德宗将皇位善让给自己, 就这样,历经了十五位皇帝之后, 晋朝由司马家彻底转让给了刘家, 综上所述,尽管有十五位君主在位, 但除五帝十七外, 晋朝君主多为昏庸之辈, 晋五帝时皇权强大, 太康之志业绩卓著, 而在昏庸怀帝和中帝手中, 皇权迅速旁落, 导致八王之乱, 国作濒临灭亡, 可见, 昏庸无能的君主, 不理正式和皇权的旁落, 是晋朝最终覆灭的致命伤, 禁人独尽使, 依应隐为见解, 切记贪图安逸, 需时刻增强民族自强精神, 以振兴国家民族, 然而, 尽管晋朝实力薄弱, 但它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, 它结束了三国鼎立的混乱局面, 通过哲学, 文学, 艺术和科技等方面的成就, 推动了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融合, 为南北朝的建立打下了基础, 也对唐宋时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, 天道酬勤, 无愧于心, 当权者若因一时疏忽或自大, 屡次重蹈覆辙, 难以摆脱命运的捉弄, 晋武帝在开国初期, 心怀复兴大业, 权势滔天, 但最终却因为立下了司马中这个愚钝的太子, 导致国家陷入动荡, 细思之下, 晋武帝难辞其咎, 毕竟国家的传承, 不能只靠个人情感随意安排, 或许, 正是由于晋武帝早年治国有方, 才导致他晚年自大放任, 然而, 他却忽视了交必败的古训, 当权者一旦疏于防备, 就会给国家带来无法承受的灾难, 西晋的父王, 给我们留下了沉痛的历史教训, 如今, 也有一些当权者有重蹈西晋覆辙的迹象, 因此, 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, 防危杜鉴, 化险为夷, 共同创造美好的明天, 虽然晋朝共有十五位皇帝, 但除了开国皇帝司马延外, 其余的皇帝大多短命或无能, 在一百五十五年的统治期间, 很少有贤名鹦鹉的君主,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, 晋朝也不例外, 尽管负面评价如潮水般涌来, 然而, 正是这样一个看似无能的朝代, 在历史中扮演了桥梁的角色, 禁人独尽史, 更应洞察历史规律, 明见于今, 不断增强民族自强精神, 以振兴国家民族, 别重蹈覆辙, 此才是独史之目的所在, 历史启示我们, 一个民族的强盛与否, 全凭国人自强不息, 与时俱进的精神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